大家好 就会看到我们很多显示会更多的连结 我看一下,你往下走的话会有 我看一下 你就会找到我们网页的更多连结 FB重要连结,显示更多,那你就会看到往下,你会看到 除了我们有投资的书籍以外,也有FB所有的文章 那你点进去就会找到所有,因为FB它往下拉,你要找到2016年的文章 或者更早的,可能就要往下拉很久,那我们都帮你们整理出来 所以你可以从那里去找到你要看的文章,或者依视序来看 好,这是找到我们文章的方式 那一样,这是免责声明,我们的影片都是仅供教育参考 不是做任何的投资建议,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投资顾问 所有的影片内容跟留言回复都是教育资讯 投资的风险很高,可能亏数也会很大,所以如果你没办法承受风险者 那你就要注意自己的风险承受度 投资需谨慎,投资者先要了解投资的特质 才能进行投资,投资都是要自行负责,自行决定 那投资的你就只能永远乐观 因为市场不是永远一帆风顺 所以你只能极度的乐观 投资者永远就是迎向阳光 市场终将上涨 投资需要忍耐 财富值得等待 那我今天一开场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两个小的文章 就是成功的投资者 你怎么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 当然你要懂很多也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其实成功的投资者心里是最难的 要成为成功的投资者你要通过的心理的考验 你懂再多都不如让自己的心理调整到正确的位置 心理为什么是投资成功的关键 因为我们人类一开始就不是针对市场而演化成的 我们的人类都是经过狩猎行为演化而成 那你在盲荒时代处处充满危机的时候 你要担心的是周遭立即产生的危险 所以你担心的可是老虎狮子蛇这些东西 而你不会担心你在狩猎的时候 你不会担心明天后天 因为你现在都活不过去的时候 明天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如果人类不担心短期风险的人 应该那个基因都留不到今天了 所以我们会担心短期风险是一种自然现象 那可是这个心理状态跟基因是不利于投资的 不利于投资的 所以你要认清这一点 所以你要面对我们人性的缺点 所以投资是要完全反人类生存的心理的市场行为 这个你要知道 所以你会觉得不舒服 你发现风险你要往前冲 这个就是投资必要的 投资往风险的地方去 不见得你会得到回报 可是你如果没办法承受风险 你是没有回报的 所以投资心理就没办法从书中学来 然后只能从市场实际状况下 你就反复的练习 在我这里的经验当然请供大家参考练习看看 就是有几个步骤 第一个要能够练习 不受市场干扰反人性的行为的话 你第一个要远离市场 你不要听很多资讯 因为那些会干扰你的训练 天天有人跟你喊狼来了狼来了 你就会很害怕 所以投资者应该关注市场长期的回报 人类长期成长的轨迹 最不重要的是市场的短期的涨跌 所以远离市场是你投资要成功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如果你没办法不受市场的干扰 那你只能远离 那当然你如果能练到无动于衷 或独立思考 那当然资讯对你来讲 看跟不看也就没有这么大的差别 所以市场永远都是上涨 只要你心里认同这一个事实 你买进指数就不会卖 那你投资就会成功 所以第二个就是你要接受短期的亏损 当我们有信心相信人类相信科技 那你投资美国指数基金 随着时间你就上涨 你就会获利 你就会制服 那短期的风险跟亏损都不需要去担心 因为你是投资长期 所以投资需要忍耐 财富是值得等待 唯有在市场下跌时 你能够忍受短期的亏损 如果你还可以逢低承接 当然那个年轻人有薪水 可以逢低承接更好 那这样子你才能获得市场上最大的回报 再来就是投资要自己负责 投资人要为自己所有的投资负责 市场永远不会造成你的亏损 因为市场永远在涨 那你没赚到钱是谁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只有投资者自己会造成自己的亏损 所以只有所有的亏损要自己负责 你要能够自己负责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正了解投资 你如果完全听外面的资讯 最后就说都是那个说的 都是这个说的 那人家说是人家可以说 你为什么要跟着做 你要自己负责 所以在亏损的时候你要自我检讨 自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投资会失败或错误 通常第一个就是选错标的 再来就是追高杀低 那要避免这样的错误 你很简单你就买进指数长期持有 你打死不卖就好了 那很多人因为都不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都认为是市场的问题 所以他就认为如果我更了解市场的话 我可能就会投资成功 所以这些人就会开始很认真的研究市场 反而变成短线操作的机器 平凡交易 这就是认为越了解市场 越能够成功的投资者的行为 其实你不需要了解市场 长期投资就可以获利了 可是当你越努力的时候 你就会越平凡交易 那平凡交易对你的资产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更是投资者自残 跟自我毁灭最快的途径 所以这一段就是跟大家讲说 你要自己负责 市场不会让你亏损 那你也不要太用功的去研究市场 越了解市场 不是代表你就能够越有 越能够提高你的获利 再来就是创造 你要创造自信 投资者要远离市场 你愿意承受短期亏损的风险 你要为自己的操作负责 用心检讨自己为什么会操作 你为什么会在低点卖出的这种心理障碍和病态 最后你要自我调整 你要了解你是一个人 你的祖先的基因 我们人类的基因就是要避免短期风险 可是在股票市场不是 股票市场跌很多的时候是越安全 所以跌越多人家说这个大跌就是最大的利多 所以你要用心检讨改正你的就是克服你的人性 你要用最简单的投资理论和尝试来看市场 相信人类相信美国相信科技 坚信投资指数你长期就会赚钱 指数投资回报率都会高过其他的投资了 你只有就是你要自信坚信 长期投资是正确的 不要理会市场的涨跌 你就不会因为市场涨跌 产生恐慌而进而买卖 这个是我想我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好了 那有问题的可以提问 或者尽量上来用语言讨论会简单一点 那你如果没办法上来你才留言 好那文艺安交给你 谢谢 好谢谢James老师的分享 那一样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尽量可以举手上来发问 或者是一起来讨论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可以更活络 或者是更了解来自不同的一些声音 那刚才有一位朋友已经举手上来的叫Danny Danny如果你在的话可以直接开麦发问或者是讨论 谢谢 请问可以听到吗 可以的 好 James老师好大家好 我有一个问题是跟TQQQ有关 我知道之前很多同学问过James老师有关TQQQ的问题 那通常James老师是说比较不推荐 因为他波动比较大 然后之后如果就算想卖 可能也会有税务的问题 那我想问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 因为我是在美国工作 然后我的公司也有提供那个Mega Backdoor的Ross 所以我基本上可以在Ross的401 放比较多的钱 那我们公司也允许就是用那个Fidelity的Brokerage Link 去买个别的ETF 那我发现我们其实是可以买TQQQ的 不是可以买QQQ 所以我在想如果因为我个人也是属于那个风险承受度比较大的 那怎么跌我都不太会影响我的生活 那假设是一个可以承受这个风险的人 然后外加又没有税务上的问题 请问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James老师觉得这个把一些钱放在TQQQ来做配置 就不是那种比较少量 可能就可以放到一半左右之类的 请问James老师觉得这样是不是可行的 谢谢 你的问题有两个啦 第一个 你 不应该 放太多钱到Backdoor的Mega Roth 因为你要知道你的Ruth 或者是你的41K 都是要在59岁半才可以运用 除非你没有想要提早退休 你要做到59岁半以后 而且退休账户也没办法 抵抵押贷款就是质押 那你就得永远就卖退休账户的资金过日子 那这样子你的未来的资产其实是相对不利的啦 那个Danny 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Danny 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对我了解那个 那个Jen老师以前讲的那个 那个 那个 擠押的case 但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如果可以放在Ruth 应该还是比放在traditional好 因为毕竟 就等于完全没有税务的问题 所以看到这样的想法不对 你都只想税的问题 可是假设你40岁就要退休 你的blockage account一般的应税账户 你的那部分的钱够不够你退休 本来如果你的Ruth的钱 如果是放在blockage account的话 其实如果假设你Ruth有300万或500万 那可是你blockage account只有50万 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你是没办法在59岁半退休的 因为你的钱都在Ruth 那那个要59岁半以后才能用 可是假设你希望提早退休45岁 或者是不是你希望 而是你被迫要提早退休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退休啊 因为你根本没有钱 你不能拿退休账户的钱 这个决定你能不能退休 提早退休的一个关键因素 Danny 你听得懂吗 嗯对但我的情况可能 没有办法提早退休 因为我小孩还太小 所以大概需要再工作好一阵子 所以可能可以59.5岁退休 都算是运气很好 每个人都有小孩子很小的时候 所以小孩子等到他这个 我的女儿到 你如果资产够多的话 这个我退休的时候 我女儿才在初中而已啊 所以这跟你小孩子大小没关系啊 跟你的资产多少有关啊 那你如果 你如果 你如果 当然 你的income我也不知道 所以啊 当你如果没有退休账户 而只有brokerage account 而你的总资产只有500万的时候 那你500万在brokerage account 你就可以退休了 可是你如果500万 有400万在退休账户 那你就没办法提早退休 anyway 理解就好 这我想就你自己决定 第二个就是 TQQQ你的 你说你的风险承受度高 这个我听很多了 都说自己可以承受很高的风险 可是真正能够成功 承受很高风险 毕竟是少数了 是少数 所以啊 这我也没办法给你回答 你 通常 我看过的99% 都没办法通过考验了 那你可以自己决定 你要投资 你是长期投资QQQ 那人家跌50% 你跌到可能更 够快没钱了 甚至有可能TQQ被清盘 很多人说不会被清盘 那到时候再看吧 就算不会被清盘 我们100块跌到50块 你TQQQ假设跌到变3块 那 我们涨一倍50 50块就涨到100块 你3块涨3倍 就涨9块 也才12块 所以你要追上我们 你要追好久 所以也不见得说长期来看 你的杠杠基金一定会超过 你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会落后一般的基金 所以啊 这段时间你可能就会是一个 比较难度过的日子 那我巴菲特讲过就是说 我们投资赚够多的钱就好 不需要赚我们不需要的钱 假设你的工作跟你的投资可以好好做 那到时候你有500万有1000万 那这样子就好了 那1000万你可能也花不完 他会一直涨你也花不完 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也就好了 可是假设你为了要多赚超过1000万以上的钱而冒险 那赚到的钱也没用 所以 那个反正也用不到 你多赚那个钱 有可能会造成你连最后500万都没有 那这样子就不好 所以巴菲特讲说 不要用你需要的钱去赚你不需要的钱 所以啊 你去买TQQQ 本来你可以安稳 60岁65岁退休的 结果你因为买TQQQ 可能会造成你到70岁才能退休 或永远没办法退休 那这个是巴菲特说的 你冒太大的风险 有没有这个意义 那你可以自己思考 那有了解吗 所以你如果照你的收入跟持续工作 那能够合乎你退休的目标 时间跟目标 那就考了 不需要去冒超过的风险 冒超过的风险 当然有可能会有好 那当然也有必 那可是当那个亏损来临的时候 会造成你终身的遗憾 那这样子是不是好的 所以就好像开快车 好很不错 容易会找10分钟到达 可是如果你出了车祸 那可能就是你一生的遗憾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要衡量 什么叫做永远的风险 什么叫做短期的风险 那个Danny我可以回答 就这样子 你觉得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谢谢老师的回答 对所以在老师的角度 还是觉得就算在这样的情况 大概还是不太适合放TQQQ 我是不会建议投资TQQQ 尤其年轻人你们时间那么长 不要急欲死 这不要急 你就能够退休已经 能够有很富足退休 已经是在极少数人 已经是极少数人了 所以不要再追求可能的风险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谢谢刚才这位朋友 然后谢谢老师 那刚才有朋友在这个 我们的RoomTrack里面发问 是Benson成有请问说 请问老师如何去评估美股大盘 美股大盘或是QQQ是相对贵或便宜 用美联储的升息降息来判断是否OK 评估这个QQQ便宜或者贵 其实有很多方式 有很多方式 那我们以前也教过 那我跟大家讲很简单 就是说 你看QQQ的持股 QQQ的持股 前面十大好了 你可以看几个 像苹果 苹果 他的 PE 25 25 他赚6块多 现在154块 25 所以 154 所以他PE25 这个在成长 成长公司的来说是一个 非常低的PE 那当然很多教科是说啊PE要在20以内 那是你20以内你是买不到成长股 你也不会有好的获利 Microsoft的PE27 Amazon的PE60 这个相对高一点 Google的PE 19 META的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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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所以 我想你从这里 听音就可以感觉到这个QQQ的 这Top10的PE实在 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所以啊 就算还会再跌 应该 不会太深了 然后 你看这个 NVIDIA PE46 特斯拉 特斯拉 P100 最高也是特斯拉P100 再来Adobe Hepal P1 PE39 P8 P1 pe25 所以平均你看听完之后大概就是 比较高的格子有个46 有个100 其他都在20几 20几 十几 12 17 所以平均起来差不多在25左右 所以这个市场是很便宜 非常便宜 你不用太仔细去计算 你也可以知道这便宜 你相对于如果你们没有经过2000年的话 2000年的PE都是100以上 甚至有一千的 甚至没办法算PE的 因为登肯都没赚钱 2008年的时候 因为是世代风暴 真正的风暴也不在股市 所以那时候的下跌是金融风险 不是市场风险 所以股票市场是被拖下去 那那时候当然也有高股 可是也比这个时候高 这个时候算是很低 你看苹果我们讲过嘛 你看苹果 苹果 我跟大家讲 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计算方式就是你把苹果打出来 它赚6块1毛5 那6块1毛5的时候 它的成长是多少 它的YOY成长 你看 它ROE是149 所以一块钱赚1块4毛9 1块4毛9 OK 它的Growth是比较低 5.8 那你revenue是8.6 5.8 所以它 只会慢慢PE会降下来 当然降的不够不会很快 不会很快 所以你们可以去看 就是说其实现在QQQ的很多大公司的PE 因为下跌 其实都回到非常便宜的状态 所以这个就回答说 怎么计算 说现在QQ便不便宜 现在看起来是便宜的 好 这个是我的回答 好 谢谢老师的回答 然后刚才在那个room chat里面还有另一位朋友 就是青阳有去问 说前段时间有投资者说可以控制特斯拉的涨跌 那请问华尔茨的机构真的能够控制各股的涨跌吗 为什么 为什么如果不能 为什么有时候看过去又很准 那散户需要关注他们的言论吗 谢谢 如果你说过去又很准 代表 代表就是是不是后市境预测 那巴菲特有举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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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 那每個人都有一塊錢 最後 丟可能丟二十次吧 丟十次就一千嘛 所以 一億個除以一千 丟十次的話還有 十萬隻猴子會正面 完全十次都正面 再丟十次等於丟二十次的話會有一百隻猴子 所以 連續丟二十次正面的 一百隻猴子 他們 可以宣稱就是 如何 出一本書就是如何丟銅板可以賺一千萬 那 我不知道你所謂很準的那個人是 是 倖存者偏差還是他真的這麼準 那你我是看不到有這麼準的人 如果他都這麼準的話他有沒有 ALL IN特斯拉 或者是他有沒有全部放空特斯拉 那如果都有做到 現在 前十大首富他應該在其中 那如果他沒有在前十大首富裡面 對我來講 你相不相信我也不能控制你 可是對我來講我就是不會相信這種人 就是說 你如果都這麼準的話那市場你會賺很多錢的 那你賺很多錢的話很快你就會 進入陳實大首富 假設一天賺十趴就好了 很多人宣稱到他可以賺什麼200% 人家問他說你的portfolio你這麼那個你講的 一口好投資那你的回報多少 我的個股都是200% 也有講這種話的人 那我說一天賺10% 一年365天 不要說沒有天天開盤 200天 198倍 200天的話 就是 1億8900倍 所以你只要一塊錢的話 會漲到1億8000 那你如果 這些投資者這麼厲害 他至少有10萬塊吧 那如果再乘10萬 那一年後 他就應該會有 189個 189億 不止 我看一下 百萬 Billion Tillion 他有18 將近19個Tillion 那世界首富 他超過 特斯拉 Elon Musk的財富 超過 190倍 190倍 那一年後我們看看吧 只要每天10%回報就好了 那一年他就會有 19個Tillion 那 這個難度不難 對他們來說 所以我想希望一年後有看到他變成世界首富 不要世界首富的 Top10就好了 我的回答到這裡 謝謝 好 謝謝James老師 然後剛才也有另一個朋友在room chat裡面有發問說 為什麼00662跟納納納納的漲幅跌幅有一點掛鉤 有一點脫鉤 保證 我們有講過00662的短期是會跟QQQ不會特別一致啦 其實已經蠻一致的 可是你會發現當天QQQ如果漲2%00662可能只漲1.多% 那可是有時候QQQ沒有漲 結果00662卻漲0.8% 有可能 因為00662在台灣開盤的時候QQQ是收盤的 那市場唯一的依據就是 好像是小 有期貨嘛 期貨 所以不只要參考前一天QQQ的漲跌幅 還要參考今天期貨台灣市場的時候 那個期貨 QQQ 小納納的期貨 那才能夠 因為他要用期貨來 來避險嘛 因為你們買進的時候 他沒辦法買 馬上買去買QQ 那他就要用 期貨來Hedge 那如果期貨是跌的 那 他就可能市場就 0062就可能不會漲這麼多嘛 不會 前一天的是漲2% QQQ收盤漲2% 可是現在期貨跌1% 那這樣合起來就是 就不可能漲2% 這裡面還牽涉到 匯率 還有匯率 所以 QQ換算成 台幣的時候 他的匯率可能漲可能跌就會影響 00662% 漲跟跌 所以這是我的回答 所以 你只要 確定 00662 長期 跟QQQ是 同步的 有一點 有一點 是因為 有時候是因為匯率的關係 所以有一點點 差異 應該是 你應該要能夠接受 所以 Ear today Ear today 00662 Ear today 00662 跌17% QQQ Ear today 到今天為止 跌24% 那這裡的差別 為什麼 00662 績效比較好 這裡面可能牽涉到 台幣的升值 台幣升值 台幣 台幣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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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技巧會比較好一點 這是 過去Ear today 那 一年的話 00662跌10% QQQ跌16% 過去兩年的話 就同步了 就 00662 漲20% QQQ 漲18.5% 所以 最後長期會 越來越同步 過 短期的 現象 會被 消除掉 好 這是我的回答 謝謝 好 謝謝老師 那剛剛我把 就是麥克拉上來 那 麥克可以看一下 你有沒有什麼想 也想要來分享的 也可以現在開麥 謝謝 謝謝燕 老師 老師 我還是有一些問題 不過先先講一關 那個 那個收法 就是那個 Overnight的那個貼線率 現在明顯的低過那個Liber 所以那個我們早期的時候 申請的配偶 不過最近我太太也是看到這個利息往上漲 所以一直打算把這個錢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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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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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一些 那 收法現在是比Liber低很多 所以我們早期碰的那個利息現在變得反而變高了 所以我不曉得老師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就是這是不是可以跟Charge Robert談 我是因為看起來好像好像很難 可是我不知道老師怎麼處理 然後我先等這個 然後再問第二個問題 你要知道那個Charge Roth好像在改成那個 那個 收法的時候 它的Spray有提高 所以 這是我看到的 就是說你轉成 收法的時候 它的Spray 250萬以上1.9 100萬到250萬2.4 50萬到100萬是2.9 這個是有提高 它有提高 它就提高0.5左右 我看起來是這樣子 我想什麼都可以negociation 所以Mike你可以去找Lisa 跟它講 或者是直接找Charge Roth Bank 說 那你要改過去 有沒有機會 甚至 你們的資產 應該 因為你們已經是低了 其實 你應該是在1.9以下 所以2%以下 對我來講的話 其實我是專注在比較long term 所以這 當然這個也是錢 你要去降利息當然是非常好 很好也是應該 應該你可以去negociation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能夠降當然很好 你應該很開心 那如果降的沒有你的expectation 我們人就是要活得快樂 所以我的腦袋裡面就是利息漲就漲吧 那反正利息對我的開銷來看也不是很大 那可是我們的資產的回報是很高的 所以我是不會去還那個欠款 當然你還欠款會感到舒服 當然可以去還 可是我是不會去還那個欠款 那利息高也是一小段時間 他不會一直在高點 可是你去還掉之後 你的抵押 數金額就會減少 那可能反而利息還要在 你還掉的利息會提高 假設剛好又在boundary 那你去還掉了去跟他談利息 他說你原本有250萬 可是你現在已經沒有人 現在剩下189萬 那他好像也很難做得過去 所以你要談利息的話 不要去還錢 去談完了你再去還 這個麥克我是這樣跟你分享 對對對謝謝老師 是這樣子 主要主要是因為剛好昨天 我下午在那個騎攤車的時候 碰到一個在chashow上班的 因為他們大老闆有一棟房子在這邊 然後他就講到說這個他跟我聊天 他不贊成 他一直在跟我變說QQ的不穩定性 什麼什麼什麼講一大堆 他是認為銀行比較好了 那他是說銀行未來的這個 Overnight貼線率會越來越低 他說為什麼 這是為什麼chashow要改成SOFA 而不用Libre 好Libre現在的確是Libre現在是2.2 SOFA昨天我才回來看 我一直也沒有注意 後來看到SOFA是1.5 所以現在差到0.7 那當初他調上來的時候 我們是1.75的時候加Libre 他現在是改成1.9變成Libre 所以按照某種情況下的話 好像現在堪用說法會比較滑得來 不過因為這是他們銀行家之間的說法 我並沒有白印 就是說他說未來 因為這個美元要抬上來一陣子 然後這個通貨膨脹降座 他說銀行Overnight Overnight拆線率還是什麼 對 他說會越來越低 這個不曉得是他怎麼說 Overnight會越來越低 利息就是會低 對他同意說利息會來越低 可是我們是GoGoGoLibre的話 那我們可能降不下來 不過anyway我大概會去跟Lisa談 不過我現在因為你欠的不多了 所以沒關係 我第二個問題是這樣 這個問題比較大一點 因為我看到後面沒有人 所以我就我先把這個我聊 然後我的認知的上面的 可能有些認知上的錯誤 然後我想聽聽看老師 可不可以幫我矯正一下 就是說這兩天剛好公布 那個Snap的Earning 然後下禮拜馬上就要公布 Google還有這個Meta 還有這個所有跟廣告業務的 我們都知道大概在2000年的時候 網路世界造成這個所有東西都是free 就把我們當成Data用 所以買什麼東西都不要錢 那是1998年的時候 第一個推出那個e-machine開始 然後80年代到98年 這個20年基本上是PC的時代 就是Beal Gates跟這個 就要把它搞出來的 然後60年代到80年代是日本 搞這個引擎的 做成一個汽車的革命 所以把美國40年代到60年代 靠鋼鐵靠輪胎 這樣子的一個汽車也給打 打得一塌糊塗 那PC的時代最後是被網路世界 給打敗了 那就只有一2000年的標準 那可是現在你看 這個Google 那個Snap 昨天Earning 跌了40%還是50% 然後那個Ping去前幾天也一個加進 也是點 就讓我突然想起來這個 其實他們的DAU並沒有降 就是每天使用者並沒有降 大家還是照樣看廣告還是這個方面 廣告業務基本上只要 只要是跟廣告有關的 基本上是全面往下塞 那突然讓我想起來說 為什麼Facebook要改名字叫Meta 然後Square改名字叫Block 這就是所謂的那個區塊鏈跟這個元宇宙 這個問題出來了 所以現在目前我們都看不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所以昨天因為跟那個Charlotte那個人聊天的時候 他也是在那邊打球 我是在那邊騎單車 結果他就跟我講是說 我猜啦 他個人可能是要想來拍拍他們Charlotte老闆的馬屁 所以他在那邊講 他就在講他說這個世界會變很厲害 你們的QQ很有可能會回到以前那種狀況 就是說這種網路世界 網路世界他這個開始以前是說使用者免費 現在變成說叫什麼主播者付費 就是NAT這種觀念出來 所以我就開始有點想到說 如果這種區塊大變動的話 那QQ這種科技行業一定是第一個大反轉 那會不會回來又像這個2000年那個時候的QQ 來個10年15年的這個一個Hiccup 雖然看起來老師剛剛講到這個PE都是很低的 像Google只有19 Meta只有12 我不小心要Block多少 就那square現在不知道多少 至少我看到的這些 像以前做那個Software能夠幫助 像Adobe非常成功 可是其他做Software幫助的 包括我自己的公司 通通都垮了 因為那個時候2000年的時候 我們上市都是一套一套在賣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世界在變 當變得小心APP啊什麼的 所以我不曉得 我這樣利拉拉講了一大堆 是不是讓老師再給我們增加一下QQ的信心 謝謝我覺得停在這裡 那個Mike 那個Snap Snapchat還有這些 這些其實 這個這些很像那個網路的bubble 就是說當初這些小公司啊 很像那個當初的2000年的網路bubble 你知道Snapchat的這個公司虧損的沒有賺錢的 可是他2021年9月其實我從來不看這個股票 不過你問了我就看 2021年9月20號他的股價達到83塊 完全沒賺錢 他股價83塊 這個是不可思議的 這個是就是跟那個2000年的bubble一樣 所以他跌到9塊去個零 就是小數點一個位置正常 正常 所以大家要記得 不要去投資中小型公司 小型公司尤其是小型公司 那個都投機 投機 如果他便進入了投資等級的時候 就會被納入QQQ了 所以不要去太 投太多這種 當然不要投資個股 不過從這裡 可以看到說這些都是投機 那你Pinterest這個是fintech 這個公司也是沒有賺錢 沒有賺錢 他也是虧損的 他有賺錢他賺0.49 Pinterest他賺0.49 可是你看他的股價 他最高也來到了85 這個都是 比較投機的個股 所以他跌很多 不代表全面會跌了 不會啦 不會 廣告會說 可是不會縮減到0 不會 這個還是有很多公司賺錢 而且有些公司 還因為在不景氣的時候 會多投一些廣告 所以 受到的影響 可是對指數的影響不大 因為最重要的是 已經跌這麼多了 還有這個Pinterest的growth 18% 18% 算0.49 現在18塊 你要看這個你要對這個行業 了不了解 因為他這個是好像是網路貸款公司 18除以 0.49 36 P是不貴 Pinterest 財報出來了是吧 對 對對對 他 我倒不是對這個股票也興趣 因為Snap跟Pinterest 我都沒有以前過去很久以前有投 還沒認識老師以前有投 可是我是感覺到 Pinterest他可能比較 跟Snap比較不一樣 對Snap是完全社交媒體 那個Pinterest 改成廣告 有一點點他商業模式改變了 對 Pintcheck 我看他財報 有嗎 出來了嗎 Anyway 我看他之後財報也是有出來 他最近跌的也不多了 所以 還好 還好 所以 Anyway他還是有 可是我第一次說 他們好像拉動了 那個像Google也跌了 那個Facebook那天 因為Snapchat 好像任何廣告也全部被拉下來 就這幾隻都被移動了 那就是市場心理 那個市場的動物心理 他們就是自己會推敲 這個Snapchat跌 那廣告不好了 那是不是Meta也要跌了 那Google也跌了 那跌了好 那等一下財報出來 可能就會漲 誰知道 了解嗎 不會 了解了解 這個就是 就是群眾心理 那群眾心理影響短線的市場震盪 這個只是短線 長線基本面不會有影響 我是這麼看 這是我的看法 市場都是現在就是任何波動 都任何事情都會造成波動 而且會比過去的波動更大 可是大家對於前景的預期都比較黯淡 所以只要稍微不要太差就市場 就應該不會太大的往下反應 那稍微好一點市場就會往上反應 這就是跌多的是最大的利多了 那我還是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兩千年的時候 這個歷史就是兩千年的時候所有的公司都是P 就一百以上 甚至有上千的 那就像Pintree這種 不是像那個Snapchat這種 那所以很多小公司你們去碰的話 就是等於我們都還好的跌個30% 一般人都要跌掉80% 好像經歷過一個兩千年一樣洗禮 那就是小型公司 所以中小型的公司長期的回報 是不會勝過QQ或SPY的指數 那08年的次貸風暴其實公司都還蠻穩健的 只是因為金融危機造成它的資金鏈 銀行斷鏈 所以08年的次貸危機不是只有美國 而是全球的金融系統都被動搖了 所以它跌了50% 這一次的話是雖然烏克蘭戰爭 或者是這個量化寬鬆緊縮 可是沒有像產業泡沫也沒有金融危機 就是一個正常的修正 所以我一般如果像正常的修正 修正個30%應該是滿足點是差不多了 所以大家不要太緊張 你就好好慢慢的看 那市場跌不下去了 現在就是看沒看到太多人在賣 就是所以跌不下去了 慢慢盤完之後就會漲 就會漲 所以不用擔心就是跌完就會漲 這是正常現象 而且不會像2008年跟2000年這麼劇烈 不會 除非你們會預期有什麼黑天鵝事件 那那個就不在我們的考量之內 2000年的時候因為有911 所以會多跌後面那一部分 2008年是因為Leeman Brothers倒閉 AIG倒閉 AIG偏零倒閉 那才會有後面再跌30%的概率 那現在是沒有 那其實最大的產業泡沫跟銀行泡沫 除了這個以外 其他的都是在市場上都是小事件 小事件不是大事件是小事件 那Snapchat的財報不好 這個在市場裡面就跟呼吸一樣的自然 本來就是會有財報不好的公司或產業 也有財報好的公司跟產業 那這個本來就是市場 就是會這樣輪動 所以不要太attention 這個可能短期現象就好了 那麥克 謝謝謝謝老師 還有麥克提到說QQQ會怎麼樣 其實QQQ就是美國市場 那如果現在十大這些公司不好了 這些公司也都是在SPY裡面 也在Toucher裡面 如果這些公司不好 這些指數也不會好 那你跟我講什麼會好 那什麼會好他就會自己跑進來 他就會進到 見到QQQ嗎 那你說 不是銀行業只有銀行業會好 那我跟你講 如果全人類都只靠銀行業的話 那吃什麼 所以這個也是嘗試就可以判斷了 銀行要賺什麼 總是有公司向他貸款吧 那那些公司是什麼 那應該就會在QQ裡面 這是不用太擔心的 銀行業只是一個基礎工業而已 不會帶動人類的成長 所以這個不是我們需要 attention的部分 好謝謝老師 那再看麥克門其他問題 如果還沒的話 請說 謝謝謝謝我只想說 因為我最近看到YouTube 有看到那個QQ有開始上廣告了 然後他有就Invesco 他會上在廣告裡面 顯然他還在走廣告 因為特斯拉是從來不走廣告的 不過我的感覺是QQ可能是還蠻英語的吧 因為他現在目前我想買的人越來越多 所以他在YouTube都有廣告 以前沒看過 這一次才開始看到 其實Invesco廣告兩年了 我看到的已經是兩年前的 他是因為那時候ARKK出來 所以好像有點競爭 大家要投資高科技 那很多人連QQ真的都不知道 可是卻會知道ARKK 所以我想他投廣告只是這個目的吧 增加這個我想他廣告不廣告 對我們來講影響不大 重點是他 我還沒認識老師之前 對不起老師 我還沒認識老師之前 我們有買ARKK跟ARKQ ARKF 可是我不知道QQ可以買 我們真的不知道 謝謝 謝謝 那是兩年半前的事 是 好 謝謝Mike 謝謝James老師 然後我補充一下 下面有兩位舉手的朋友 然後一位是CK Rowe 另一位是這個Julia 不好意思 就是兩位我們一直嘗試 要把你們拉上來 卻拉不上來 所以如果你是要問問題的話 你可以強制推出這個APP 再重新加入 或者是您可以在RoomCheck裡面 就是可以直接留下你的問題 或是你想要討論的內容 然後我們再把你拉上來 因為試了很多次還是沒有辦法 那我們先換到浩清 浩清如果你在的話 可以直接開麥發問 Jim老師你好 還有各位在座的學員好 我是浩清 我今天要請教一下Jim老師 一個問題 就跟剛才那個麥老闆提到的就是 最近很多公司都要公布財報 有點相關 那就說像這些財務報表 他們要公布之前的話 事實上都是機密 那如果說有人事先把它播報出來的話 這個等於說就會涉及到內線交易 那我在想說 那這些股票分析師 為什麼他們可以來 預測公司的那個報表 或者是他們的財務的那個收入狀況 那就說 那我們就打個比方好 如果說他們預期出來的話 比那個 預期的還要好的時候 那這個股價就會上漲 那如果說他們預期的 出來了比那個真正財報出來了 還要差的話 股價就會下跌 那就說 事實上我可以接受說 他們有一點誤差在裡面 因為畢竟他們不是這家公司的 財務管理人 他們只是股票分析師 那他們可能可以藉由一些方式來 分析他這樣子 但如果說那個連續四季的那個誤差 那都超過10%以上的話 那是不是有點不太專業 我們就打個比方 你那個特斯拉來講的話 他已經公 就目前我看到還有四季的這個 財報出來 那以去年Q3的那個財報出來的話 那他們預估是1.59 出來是1.86 那這個人是差了17% 那Q4的時候出來的時候 他們預估是2.37 然後他們預估的是2.37 然後真正出來是2.50 這個差了7.2 就是說這個比較接近 那再來說今年的那個Q1出來的時候 他們預估是2.26 然後真正出來是3.22 這個是差了42.5 那再來說最近公布這個 他們預估是1.81 出來是2.27 這個差了25.4 也就是說這個誤差很大 那誤差很大的時候 我就不曉得說這是故意的還是怎麼樣 因為如果說他故意把它爆高的時候 那到時候就是他可以去殺這些期權 就是期權去買多啦 或是賣空這些人 他們就會被他們給殺掉了 那還有故意暴低的話 那玩期權的這些買空買多的人 他們又被他們割韭菜割掉了 所以說我想要請問一下這個 靖老師就說在這方面的話 就是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謝謝 市場的分析師 市場的分析師 如果是像如果真正 我們不能說他們完全沒有什麼利益勾結 或什麼這個內線交易在美國 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要不是非常貪婪的人 應該是不會去冒這個險 尤其是你只是在上班而已嘛 你去在美林上班 或是在這個摩根史丹利上班 你何必搞一個內線交易出來 通常他們分析師叫就是這個 sale side跟buy side 就是兩個是井水不快河水 不可以有什麼利益勾結的 那分析師他推薦一個股票 那他總是要預估期望值回報 這樣子就是營業收入預估 算一算成長率之後才能夠預估一個 他可能的價位 這個就好像我們當初買sq的時候 我也有預估 我說照這樣子營業的成長 這樣子預期 那可能兩年後他就開始會獲利 那之後會這樣子他股價就會成長 這個也是就是一般分析師在算的 那當然有的人會算的比較準 有的人會算的比較不準 這就看每個人對這個產業的了解度 還有客觀程度 那再來就是概率問題 這個也最後還是概率問題 比如說我們當初在預估Amazon 或者是sq、Apple的時候 我們也是有預估 我們都會預估他的成長率應該是多少 那他本來成長100% 我們說我們打個折是50% 那sq的話我們也是這樣 他成長率300 我們說那不可能這樣一直300下去 那我們用50這樣算算三年會怎麼樣 所以這個就是都是這樣估的 所以估的不準是正常 估的不準 估的準的話是應該是lucky而已 所以可是當你投資個股的時候 就不得不做這些假設 那像蘋果還有特斯拉這種公司 因為散戶都跟得很緊或者是 所以這些分析師甚至輸散戶 輸這些youtuber的資訊很快速 而且很精準 所以為什麼特斯拉像這個特斯拉 一般的散戶很多人在特斯拉賺很多錢 可是institution這些基金公司都沒賺到錢 因為他們太忙了 他們忙於一個人不是只有看一家公司 一個人是看50家100家公司 所以很快很容易像特斯拉這種公司 很快就被散過去了 那散過去之後現在已經漲這麼多了 你50塊不建議3000塊再來建議 那乾脆不要提好了 一提就馬上自己露線 所以變成很多機構這次 尤其在特斯拉上面是吃了夢虧 他們要上也不是不上也不是 那可是散戶的研究是比這些分析師 跟institution來的精準很多 所以投資個股的人 你不要去看分析師 你要看的是你自己對這個產業 對這個公司的了解的程度 很多人在特斯拉賺很多錢 是因為他們花很多時間去研究特斯拉 那而且只研究一家公司 那你要知道那些產業分析師 不是只有一家 他們每天三四天要搞一個報告 一個禮拜如果只出一個報告 可能就老闆就會問了 那天天要開會天天要搞這個 搞到最後自己都不知道在搞什麼的時候 那你覺得他 預測一個公司會比你準嗎 你是專心搞一個公司 他是一個人要搞三四十家公司 所以通常分析師不準也是正常 比很認真的賞戶不準也是正常 我天天進星巴克點人數 這些分析師不是這樣搞的 我天天站在蘋果門口 看大家進去的人有多少 是不是人山人海 拎包包出來是有沒有帶東西出來 分析師不是這樣搞的 我這個想法就比較像Peter Lynch 那是一般賞戶就比較接近Peter Lynch的選股 很貼近這個公司那就容易成功 可是你如果只是道聽途說 那你就會失敗 這是投資個股成功的秘訣 除了要貼近這個公司之外 你還要有想像力 想像力比如說特斯拉你要想像 想像他德州廠開起來 他的德國廠開起來 他的上海廠Fremont的廠 聽說提升效率要提升25% 我聽說了不知道我的數字對不對 不見得是25% 就是說他的效率要提升 所以他要為什麼shut down一個禮拜 就是要提升他的生產效率 在種種都是會讓你的投資個股成功 成功就要想像力 那像我當初投資星巴克的時候 也是想像他如果在中國 那時候我投資星巴克的時候 星巴克才在台灣開第一家 星巴克才要開始從美國 兩千家展店到實現世界 那時候你要想像他如果 在美國兩千家都已經是這麼便宜 那如果到台灣到中國去那可是 那可是太便宜了太便宜了 那你要想像那你就知道這個投資就會成功 所以個股投資是不是只靠不要去聽分析師的 你要自己分析 那他們不準是正常你的比較準也是正常 那你如果你都比分析師不準那你就不應該投資個股 這是浩君我跟你的回答 我覺得金老師這個分享非常好 然後我自己昨天也是跟朋友在聊天的時候 就提到這一些那個特斯拉蘋果啦 那我就跟他講說像蘋果的話 在Steven Charles走了之後 到現在已經過了十年以上了 那我就問他說你知道說這個蘋果的股價跟當時候差了幾倍嗎 那他們上次打不出來我跟他說 這實在已經差了十倍以上了 那我跟他說像這種情形的話 特斯拉你也可以預期就是說從現在算起十年之後 如果說他以這種方式成長的話 我想十倍可能也是在未來很短的時間就可以看到了 謝謝金老師 十年個股十年十倍是很普通的 二十年一百倍也是正常的 所以這個當然這是投資個股 可是你要投資對 而且你要有想像力 而且你對這個公司要夠了解 這個才夠可以 所以投資個股沒那麼簡單 就是你一定要對產業了解 而且你本身就是對這個有興趣 那就有機會 那如果你沒辦法努力用功 你沒有努力用功 那你要投資成功個股不容易 比如說像我們Apple Apple06年我退休那個時候 好像我記得我買的時候十七塊 那漲五十七倍到現在是漲五十七倍 五十七倍左右 所以你投資要成功就是要要投資個股要成功 你要花很多時間 你要持有很長時間 就算它下跌很多 你還是不能動 那這個是很難成功的 這是你投資個股 而且我們散戶如果在個股壓得又很重的時候 跌個30%你就很難受了 所以為什麼我說要投資指數 指數你就蘋果在很便宜的時候你就擁有 特斯拉在很便宜的時候 它就已經進入QQQ了 所以這個是 所以你如果買QQQ 其實你的特斯拉是漲十倍以上的 它進入QQQ之後再漲到現在應該最少十倍 甚至more than十倍 因為它可能更早 不是在19年以前它就納入QQQ了 只是你們不知道 它可能納入在最尾巴的部分 好 謝謝浩清 那謝謝建老師 對呀 所以我想我們還是投資QQQ為主 因為其他的話 那個上上下下有時候 可能還是能夠就是能夠沒辦法受得了 那個上 那QQQ的話相對來講 還是比較那個穩定 能夠過自己的生活 謝謝建老師 謝謝浩清 謝謝詹姆老師 下一位是孟吳 如果你在的話 可以直接開麥 謝謝 好的 謝謝 那我 我叫孟昌 那我大概三個月前 我問過 俊恩老師 在停滯性通膨發生的時候 這個Page操作是要該怎麼處理 不過我今天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想要 我今天有兩個問題 一個還是回到停滯性通膨 那第一個是要問說 剛剛詹姆老師有提到這個PE 這個QQQ 裡面全十大公司的PE是如何 那我就很好奇 當初在網路泡沫化的時候 在泡沫被錯過的那一瞬間 跌下來 那這十大公司他們的PE大概是跌到什麼程度 如果沒有這個數據 我就可以跳過第二個問題 謝謝 如果那個時候的蘋果 我們談那個時候的蘋果 我不知道那個時候蘋果是不是在十大裡面 可是蘋果是從 那個時候是 這個沒辦法 他已經Spring好幾次了 蘋果在2000年的時候是一塊一塊一塊錢 一塊錢 跌到最低點03年最低點那時候是0.2 0.2 0.2 就是兩毛錢 這是蘋果 那PE我就真的 我現在就回去看那個蘋果的這個 這個Dividend的話不準了 因為那時候發的是 應該不是Spring過的 我不知道 泡沫完之後那個股價是非常非常非常便宜的 那個時候我們2009年3月的時候 那時候我跟學員講就是這個市場真的是便宜的不得了 那個時候的蘋果也是非常非常非常便宜 但因為不過你要知道跌到底的時候那個時候的 那時候的PE 我印象中那個時候的蘋果的PE是好像只有 ForwardPE我可以算到剩8了 8 那是算三年到8 那時候的蘋果成長率是1.3左右 那3年 2.1乘8 那個時候的低點的PE到17了 這個夢我可以跟你回答 所以那時候低點的PE差不多在17到20左右 應該是這個樣子 好的 那那我接下來我第二問題就是還是回到我 三個月前問的停滯性通膨的問題 因為去年或是這個三個月前 我進停滯性通膨會發生的 那但是呢一直到這個月我再回去看一些數據 然後當然即使是停滯性通膨發生 對我這種二三十年後才要退休人 現在絕對是一個很好的買的機會 就算停滯性通膨發生的話 當然只是如果是現在要退休人就會很尷尬 那那為什麼我放上我的大頭貼這樣 就是我畫的就是紅色這條線就是每股 SP500過去一百年長一千倍的的 ROG數據圖 那那你會看到說這個在綠線綠線就是 通膨的這個比例 就會大概幾%的通膨 然後藍線就是就是基本利率 但是呢你會看到說 當1970年代停滯性通膨發生的時候 其實當下人我相信他們是沒有感覺 不知道這個叫做停滯性通膨的 一直到可能是十年後大家回顧才知道說 原來那時候是停滯性通膨 所以大家過得有點不是很好過 那當停滯性通膨發生的時候 它其實它是 所以當時的這個第一次這個 環瑞跟這個 Inflation一直在上升的時候 那時候失業率是非常的低的 但是呢你會看到說它有三個peak 然後這個這三個peak的中間呢 它有一個delay大概1.5年的delay 就是說當通膨跟失業率 當通膨跟跟環瑞一起上升的話 大概一平均大概1.5年後 這個失業率就會上來 就是可能會到7%甚至到10% 所以它會有1.5年 一到兩年的lake 所以現在我們的我們的失業率是很低 只有三點 也是幾乎是過去50年來的 的相對低點 最低點是3.5 所以表示說那我們現在是沒有感覺到有任何停滯性通膨 但是我們可能1年後2年後 當通膨的稍微降下來 但是這時候這個失業率可能衝到7% 還是可能到10% 那時候我們再回顧說原來這個就是停滯性通膨 那那這時候這個股市呢就會到到達所謂的最低點 因為那時候才是真正的恐慌出來 所以我在想說如果要 真的如1970年代那樣發生了失業率上升 那這時候 就是在最低點 但是利率那時候又很高 那這時候如果你要借錢這個借錢成本又非常高 可能現在借錢可能就是30% 當然到時候一定是超過5% 那如果你說不借錢我要賣股 那又剛好賣在這個阿呆股這樣 所以如果是1到2年後發生這樣的故事的話 你有什麼建議說要如何操作呢 謝謝 這裡兩個問題啦 第一個問題說 是不是像1970年那樣子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如果發生了 那兩年內就要怎麼處理 當然是 第一個你當然 兩年內你現金流不能斷啦 這個是我們一直夢 我跟你們講就是說 你如果已經退休的你總是要有現金流嘛 那你如果不借錢 那你就得留現金嘛 像像麥克他就留 他說留10年的現金 那你就留啊 他留的就不管他他就會過去了嘛 那你至少留個兩到三年的現金 你現金流兩三年 你都股市怎麼震盪 你都不會有現金流斷煉的問題 那這個才是可以的嘛 這個是這樣 像我的話我就是借錢 或是利率高我還是借 我不會去動我的股票 那很多人說那個Pay漲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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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五 你想想看 現在房地產貸款的人都漲到六了 那你才五而已 那你還是比買房地產的人好很多 好很多 那你如果買房地產呢都敢借錢呢 你買指數為什麼不敢借 很多人說指數風險高其實不會 一百家公司會比你那個房子風險高嗎 你的房子火一燒就沒了 你的房子地震就沒了 可是地震不影響我們一百家公司 QAQ這個不動產不會因為地震不會火燒山 不會因為海嘯而不見 所以QAQ這家公司這個不動產比你的房子更穩健 那你買一個風險高的 而且你還能貸款貸到六的時候 我的貸款只有五的話 我還是覺得我很便宜 我記得以前我那個剛開始來美國 買房子那地我地動房子那個賣掉了 6.75 那時候我都不覺得有風險的 那現在才五而已我怎麼會有風險 不會 這是第一個問題 所以你要度本來就是應該要度過兩年三年的 你可能的風險 再來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停滯性風險 會像1970年那樣子嗎 那你要研究歷史背景 就好像有人會問說我們這次下跌 會像2000年一樣跌掉80%嗎 或者是會像2008年一樣會跌50%嗎 我不是說它不可能 而是說你要知道就是這兩個狀況一不一樣 像2000年是那個P高到不得了 因為經過修正之後再來9111 所以跌的比較多 2008年我講過是金融風暴 那真的是2008年其實說實在的它比2000年還大 只是說因為央行的救市 所以讓它因為銀行的問題救市是有用的 然後救市是有用的 那個反正大動脈出血把它綁起來 再輸血就好了 產業泡沫像這種很多公司要倒的 你錢不知道要住到哪裡去 因為住到一個要倒的公司也沒用 住到銀行也沒用 因為銀行也不借給它這些爛公司 所以2000年是對央行來說是不是風險 那就是一種體質調整很正常 可是2008年是大動脈就屬於央行管的 所以央行要止血要輸血 那1970年的通膨是因為石油禁運 那石油禁運的話這是大事 那時候的石油本來就很少 就是說真正產油國 像那時候沙盧拉伯禁運 那造成整個石油危機 那整個通膨拉起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不是經濟因素 這是一個不可抗拒的因素 而且那個時候好像還打仗 這個是是不是就是那個越戰接下去 所以這個重複兩個事件 就是在十幾二十年都發生 所以這個是跟現在是不一樣的 現在不一樣 所以那個時候的美國是沒有油 全世界的油都靠沙盧拉伯 那他石油禁運 那整個通膨就整個飆上來 那可是現在美國其實不缺油 美國的如果有缺油 是因為他賣給他 他為了賺更多錢 賣給美國賺不到錢 賣給全世界其他國家賺更多錢 所以美國石油商一開始 五二戰爭 美國像俄國買最多石油 是美國的石油商 他買來賣給別人 那當然現在有沒有買 我就不知道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注意的話 像我們在美國 石油現在油價是下來了 然後你去加油就知道 他們從六塊已經降到剩五塊 我看到已經有五塊五了 五塊八五塊七 最低五塊五我都看到了 所以我想石油這個問題應該不會有問題 就是只會慢慢滑下去而已 那因為美元強勢 油價會下來黃金會下來 就是美元強萬物都會修正 這是正常 所以你說的停滯性通膨 不是說你說未來會怎麼樣 現在其實就已經是進入停滯性通膨了 然後這個所有的數據都指向第二季 應該也是衰退 所以這個衰退之下又有通膨 那當然就是停滯性通膨了 可是現在這個停滯性通膨 這個通膨會下去的 不會像那個石油經營量 高高還有這個月戰量高高在上 下不來 這個石油糧食 現在那個烏克蘭的那個糧食也要運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通膨 是有解的 不會惡性循環 不會 那央行那個本來就是要讓失業率拉高 這個是他的策略 至於說拉高失業率會不會通膨會下來 也未必 可是 看起來好像有相關 也不有相關 他他不升息 通膨可能也會自然下 也可能 因為這次的通膨就不是因為需求端的拉動 而是供給端的問題 我台灣有一個朋友寄一本書給我 他我等了三個禮拜 才收到 結果一看 他是by air 是express express應該在五天內都要到了 結果 三個禮拜才到 那這個就是你要知道這個整個transportation是有問題的 是有問題 那這個不是說不能解決 這是可以解決 那就是時間問題 很多人像這個英國的這個機場 那時候景氣不好是lay off的四千多米 是德國機場還是Francford的機場還是英國 四千多米 現在要higher這些人回來 higher不回來 所以整個運輸業也是有很多障礙 所以這個通膨是這樣來的 供給端的問題 那慢慢修復 等到pandemic結束慢慢修復 這個就會紓解 還有就是從去年底的通膨開始 所以今年初開始 所以明年一月的時候 明年第一季的時候通膨就不會那麼高了 雖然價錢不會掉下來 可是明年一月的時候通膨就不會這麼高了 那央行就會降息了 那那個時候就結束了 那股價會反映在這個明年第一季結束之前 所以我上前幾次有一次說 那我們可能會在10月11月的時候 市場如果盤完那個時候應該就是確立 應該就有機會往上 現在 因為我有答應Lang就是說 要幫 要看就是說如果市場開始往上的時候 我們要稍微跟大家說一下 那我跟大家講就是現在的均線50天跟 20天都往上走了 然後現在的股價是站在50天跟20天之上 所以它會震盪在這裡震盪慢慢 可是50天跟20天會一直往上 等到20天穿上50天以上之後 這個第一步就是多頭已經搶回三分之一的地盤 所以那個時候大家就可以 所以你如果還有現金本對 本來就是等待我說的這個要開始投進去的 我們不是說左側交易一半嗎 右側交易一半嗎 所以很快可能要進入 之前都是左側交易的 就是沒有地點不買 每次怎麼00662跌一塊或一塊半買 那現在可能未來可能是要漲一塊或一塊半你就要買 每個價位比如說47塊買一個48塊買49塊買50塊買 之前是下跌就是45塊買44塊買43塊買42塊買 那現在可能變成右側交易的市場開始慢慢盤上去了 你低點是沒有了 那你每一個價位都要買 那QQ的人就是每五塊錢買 那300塊買305買310買315買你就這樣買上去 假設你是要分批的人 那你如果其他要個股的就是all in的那就隨便吧 反正你就是要看長期的你才會all in 那很怕短期會震盪的人就是用空間的空間來買 就是每一個價位買一筆 QQ就是每五塊買一筆 你如果290沒買過的那如果市場有到290塊你就趕快買 295也買 300塊買305買315買用空間來買 那你就會分佈在這整個橫盤的底部 之後上去的話你所有的你的漁網就撈起來 你就全部獲利 OK 所以現在當然你如果要分批買 現在當然也不是把所有的資金剩下的資金都買光 你就是要等到你就是分批買買買買買買 那如果20天平均線穿過50天平均線之後你可以加速的買 好本來你一筆買一萬的那如果20天穿過50天你要加速買 就變成要一萬五買這樣子就是加速 那可是還是一樣用空間每五塊錢或00662每一塊錢買一筆 這是我的建議 那你會說怎麼那麼笨啊 越買越高幹嘛越買越高 那你就好啊 那你聰明的話你就all in 就是沒有一個好方法 只有適合你自己的方法 所以孟我給你的回答就是停滯性通膨已經發生了 而不是未來會發生 現在就發生 可能就年到年底 明年初就雨過天晴 就會比較好一點 當然投資就需要想像力的 第三個就第二個就是說 你說的如果發生兩年後市場還是在底部的話怎麼辦 那本來就是你要兩年三年的現金流不能斷 那你是有上班應該就不是問題 那對於退休的人 我們就一直在講你現金流兩三年的現金流不能斷 那就是每個人的事情 我就沒辦法去太細的講 那你如何讓你的三四年兩三年漸進流不斷 那你自己要去考量 好 孟我不知道這樣回答是不是到你用沒有其他的 就是啊 我覺得回答很好 那我也我也非常期待這個停滯性通膨的發生 那我想要補充一點就是說 它停滯性通膨它就是除了我們除了看這個經濟有沒有算退之外 我們還要看一個數據率就是失業率 那目前失業率是還沒有上 因為當失業率上來時候 這些古迷們就是本身失去了工作的那些人 他們他們會更有感 那時候才有才能夠更精確的說這個就是停滯性通膨 所以雖然這個經濟好像有有點趨緩 但是還不能很絕對說這個就是停滯性通膨 對這是我想補充 但是居然上老師都回答了 謝謝 一種是你等數據出來吧 等數據出來 那其實我們在美國其實都感受到停滯性通膨 至少我知道現在已經是衰退是已經會來的了 那失業率也會提高的 那房價一定會下跌 這是應該會知道的 房價我想上個禮一個月前吧 我就說房價就要跌了 就是需要一升息房價就要跌 那失業率一拉高房價就下跌 反而失業率拉高不見得會影響股價 因為失業率拉高公司獲利會好 所以你知道每次美國公司裁員的話股價就會漲 所以失業率拉高跟股價比較不影響 可是失業率拉高 因為你的房子會被fosclosure 那你失業率的話就買不起房子了 那房子需求會減少 這是確定的 那房子會下跌這是確定的 就是比較確定 可是失業率拉高對於股價應該影響不大 只要失業率拉高說不定股價會漲 因為確定央行會降息 所以孟這個就是說看得到的跟預期得到的 還有市場會事前反應 這個去思考一下 可能會步調會比較 比較踩得到位置 我想孟謝謝你 好的謝謝 謝謝 好謝謝孟謝謝 詹老師 那我們看一下 稍等一下 我們下一位是Julia Julia如果在的話可以直接開賣法文 謝謝 看一下Julia在不在 我在我在 我就想請問一下 就是你們說 Julia一般都是要Million Dollar以上 然後利息才會低的嘛 對吧 那麼那個我就 記得一個叫ID的 就是Interactive Broker 對吧 他們的利息是很低的呀 那如果錢少的人是不是 是在這個Broker怎麼樣啊 這個錢不太多的人 可以用這個公司 然後是可以吧應該 你可以用 那他們叫那是Margin 那Margin Long 他們Margin是比較低沒有錯 那錢多的我是不建議啦 因為他們風險 你不知道 因為他們是Broker嘛 Broker跟銀行還是不太一樣 就是如果有金融危機的時候 Broker是不會受到央行的保護 可是Banker會 還有Broker的Margin 他是不是隨時可以把你要回去 這個你也要去問清楚 那Banker借你的錢 就不會拿回去 他缺錢他會找央行要 他不用去把你的這個債務 叫你還清不會 所以這兩個問題 那個Broker的Firm大概有25萬 如果25萬還是50萬的保險嗎 應該有 那是insurance 可是當一個金融危機來的時候 Broker可能會破產 那他如果自己會破產 他根本沒辦法借你錢 他借你的錢可能會向你要回來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我只是在想像這個問題而已 就像當初08年的時候 這個次代風暴的時候 什麼e-trade什麼都會被merge掉 因為他們就快要破產 所以如果他自己都會破產 他哪有錢借你 這個就是問題 他Broker是用自己的錢借你的 那Banker是用別人的錢借你 這兩個是不太一樣的 Juria你錢不多可以啦 你要借錢當然可以 可是我是建議你還是不要借太多了 那股票怎麼樣 最多借20%就好了 OK 那麼你對銀行是看好對吧 那那個JP Morgan現在是all year low 就是已經一年新低了 你覺得這個股票這個公司怎麼樣 這個買銀行股 現在是不是他那個應該買銀行股 OK 我從來沒有說我看好銀行股了 我只是說我們是從銀行借錢 我沒有看好銀行股 而且我也不認為銀行股會飛上天 因為他就是一個infrastructure 基礎工業 他賺太多了也是有問題 所以他只要活著就好了 所以這也是一般銀行股的目的 銀行股的目的 所以我不看好銀行股 所以我也不會建議你去買個股 也不會建議你買銀行股 你買QQQ就好了 Julia 我這樣回答你清楚嗎 Julia 我這樣回答你清楚嗎 Julia 可能要麻煩你開銀行股 看一下你會不會OK 好 沒關係 應該他可能不太會用 那我們先繼續 好 那我們看目前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們在 那我們這邊現在再重複的 就是跟大家再提一下 就是如果到目前為止 你很喜歡我們的房間 也很喜歡我們今天的討論的話 我們非常歡迎你可以關注 老師的Crop House 就是在這個房間左上角 這個藍色的這個頭像 CLEC的頭像 點進去按關注 每週的這個時候都會獲得 來自Crop House的通知說這個房間開啟了 那你也可以在YouTube BDB Spotify Podcast 等等的地方搜尋 CLEC投資以臺交易學院找到我們 然後你在Facebook搜尋 Wealthy and 50 也可以找到過去的老師分享一些文章 或是你看現在目前我們這個房間 最上面有這個Log into Facebook 這個點過去的話 可以看到老師精選的一些 過去撰寫的一些文章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連結 所以大家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來看一下 那原則上我們今天房間 就是每週的這個時間 都是在每週六晚上10點到10點半 每期時間的早上7點到8點半的時間 所以我們這邊會看一下 如果大家沒有其他的疑問的話 那我們會大概差不多會在11點鐘之後 如果沒有其他的朋友發問 我們就會結束 那如果有的話 大家可以趁這個階段 可以趕快按右下角的這個舉手上來發問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先看一下James老師這邊 有沒有今天一些總結或分享的內容 我們那個美西時間是幾點 7點還是什麼 有我們的輕鬆了投資 那時候我會做一些presentation 那我想那個時候因為是room 所以我會把這個2000年2008年 那個市場底部的狀況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你們會知道說如果用技術分析 你現在用一種就是 就是價格分散 一種是價格分散 那我是認為價格分散是一種 你有時間的人用價格分散 每差5塊錢QAQ你就買 那分成10幾筆那這樣買 那如果沒有時間的定期定額的話 你就每個禮拜買 每個禮拜買分個15個禮拜 現在已經過去很多了 所以理論上 你應該有些錢已經買進去了 那如果還剩15筆 那你應該要分15週 差不多三個月慢慢給他 閉著眼睛就買 用時間分散的人就是閉著眼睛買 那用空間分散的人 你就要看的是價格到 價格到也不是說 你就盯著價格看 你也可以設個305買 那碰到了就買到了 那你也可以看 如果突破305了 那你就305.8 那你就305.8 就給他試價買 那看到的就給他試價買 不用花太多時間 就這樣空間分散時間 那晚上時間 我們的那個輕鬆聊投資的話 我會稍微講一下那個 怎麼看那個底部你的均線 怎麼翻揚 那應該在什麼時間你要更積極一點 這個是晚上的時間 那等息六點半 亞洲明天早上九點半 如果你願意聽一聽的話 就來參加 如果不願意沒有需要的話 也就OK啦 只是給你就是多了解一下 用金線來看市場怎麼看 那這是輕鬆聊投資 我會提到 因為那是room 所以可以看到螢幕 現在我會講得稍微仔細一下 好 就這樣一下 是還有一個人進來了 哦對有一個 我也開心 應該是開心 如果你在的話 可以開買 我可以再問 哦 sorry 好 Julia go ahead 我可以再問一個問題嗎 就是那老師一直講要買QQQ 那對啊 但是另外呢 就是板塊輪動的問題 比如有的 section 比如是當很多了 應該現在應該是 差不多應該是起場 是不是可以買些 關注一些這些呢 比如現在應該是馬克薩克的 比較那個老師有沒有 這方面的建議呢 板塊輪動都是事後諸葛了 如果事先看得到板塊輪動的人 應該不多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現在的經濟狀況 處於什麼位置 還有板塊輪動處於什麼位置 如果你是要聽人家講的話 那我覺得你這個投資風險 其實是蠻高的 當人家跟你講的時候 說油很好的時候 那應該是油是高點的啦 如果你沒辦法事先判斷 有開始要起漲了 而投資 而是等到人家跟你講的時候 那就too late 所以假設我今天跟你講的話 通常是假設 我是跟一般人一樣的話 我跟你講說什麼會板塊會漲了 其實那個應該是漲了 我才會跟你說啦 如果還沒漲的話 我跟你說你也不相信 這是兩種 就說板塊輪動 我現在你買這個sector 那你一看 這個sector都沒漲 你跟我講這個sector幹嘛 你就不會相信 你也不會獲利 可是當一個板塊漲很多 那我跟你講你會相信 你會去買 你買了之後你就套在高底 所以板塊輪動跟聽別人講 是沒有用的 然後你要自己知道 你什麼叫做板塊輪動 那你自己能研究 板塊輪動跟跟這個 一般這個猜測股是差不多啦 因為板塊輪動 有時候沒這麼明顯 而且也有短線的震盪 所以你不知道這個震盪 是短線震盪 還是板塊正在輪動 所以就好像你看那個波浪 海的波浪 你看這個波浪 到底現在是要變成大的浪 還是只是一個波浪 你不知道等到他變大浪的時候 你才發現這是個大浪 結果你踩上去之後 剛好就浪就衝下來 所以不要做板塊輪動 應該是也賺不到什麼錢 有賺到的就是小錢 那之後也可能又下去了 我看板塊輪動喊得很高的時候 喊得很多的時候 那個應該是高點 除非你要在市場賺錢 是要發現人家都還沒發現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賺錢 如果你發現人家都已經發現的事情 那就不會有賺錢 沒有多餘利潤 這就是市場 所以不要做板塊輪動 你也做不到 那麼你說要發現 等別人發現 還沒發現的時候 那怎麼樣才能做到那個呢 像我那個 如果你每天在關注讀事 每天在看一些新聞 看一些什麼 能不能有一所發現 那不可以 那個都是人家發現的 不可以 你要自己發現 你要自己產生 what you know 你要自己產生 你唯一讀到見解 如果你沒有讀到見解的人 你就是不能投資個股 也不能投資內股 你就買指數就好 買指數就好 那麼那個 我再問一個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黃金 你 不好意思你後面沒有聲音了 黃金 對呀 現在是不是可以買 黃金已經跌了那麼多 黃金 黃金 黃金不是好投資啊 黃金跟卡媽的 都是陣陣蕩蕩的 沒有黃金 美元再漲黃金就會跌啊 那美元已經漲成這樣了 我差不多應該要停了吧 還會繼續漲嗎 美金 不知道 那老師也沒關注過石油 因為對石油這個爭議太大了 有的人說石油會到200塊 也有人說石油會到40塊 我就覺得這個 這種怎麼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 好 Julia我跟你講 賺錢不需要知道很多 那些都不用知道 也不用投資那些 也會賺很多錢 QQQ 10年賺10倍 也夠你賺很多的 不用擔心 不要去管那個東西 你管太多了 你完全不知道的人都可以賺錢 你知道越多 越賺不到錢 因為是股市裡面 虧錢虧的太多了 因為虧錢虧的太多了 就想 就想早點賺回來 那你就是賭徒心態 賭徒心態就是賭 賭輸了還要再去賭 這個不好 不要再賭了 你明明知道這個賭會輸 你還要進去賭 我前面 你如果回聽我們這個影片的話 我前面已經有分享投資哲學 就是說投資如何 怎麼樣的心態才會成功 這個是你要去學的 就是說你越急著成功 你越不會成功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一開場的時候 就成功的投資者 你要成為一個成功的投資者 你只有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礙 那你越急 越沒辦法 你要Calm down Calm down 不要聽外面的 完全Calm down 那站穩腳步之後 那慢慢叫我的意識 將有錢 有限的資金投入QEQ 每五塊錢買一筆 你禮拜一就可以買一筆 禮拜一買的時候 300那一筆 那如果漲到305 你再買一筆 那如果跌到295 你再買第二筆 反正你自己的資金 我不知道你資金有多少 最好是分個10筆以上 20筆是比較好 那你就慢慢買 每次買一筆 你不會心精膽戰的 因為才二十分之一嘛 5%你的資金而已 所以你比較不會緊張 那你有些買了就賺錢了 那賺錢就很高興嘛 市場跌你會買到便宜 市場漲你買進去的 已經會賺錢 所以你會在一個比較快樂的投資的模式 不用緊緊張 投資不需要緊張 不要這麼聽外面講的 而且會很快樂的 就會賺錢了 但是問題是這樣的 問題是我去年衝進了很多中概股 所以虧得我一塌糊塗 那你說怎麼 那現在就像中概股現在 就有的時候呢 QQQ是對長期投資是 那肯定是好的 對吧 但是呢 比如中概股這方面 是不是跌差不多了 已經跌成那樣 那是不是應該 就是輪到它再漲啊 會會 就是現在中 不知道這個中美 Julia 你就是在做一個 你沒辦法做的事 你沒有能力 所以你就不要做那個事 一般人都沒這個能力 所以你也不用分析了 不用分析 不用學就可以賺錢的事 你不做 你要去做那麼艱難的路徑 就不用 這知道 這就不好嘛 所以我現在給你的答案就是這樣子 沒有第二個答案 所以你問別的都不會有答案 而且那個本來就不是人做的事啊 對啊 我也知道要賺自己認知之內的錢 對啊 以前那個中概股 因為我是從中國過來的嘛 阿里巴巴我早就炒它的 你看很早就買過它 剛上市的時候 所以我對它是 都是覺得自己很熟的股票 買了一些阿里巴巴 買了一些那個 那些什麼Vips啊 還有什麼 那幾個 中國的龍頭大股啊 應該是很好的股票啊 最後跌成這個樣子 真是沒辦法 好 我們就是投資者第一個要承認自己無知 所以你要認為自己知道的話 就太過自信 所以我們無知 我們什麼都沒辦法知道 我們知道其實有限 所以你認為你知道 那就是過度自信 那投資者會失敗就是過度自信 不要再認為你知道什麼 你根本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們就Humble一點 投資QEQ就會賺錢就好了 好 Julia我們就到這裡了 謝謝你 好 謝謝Julia 謝謝James老師 那最後一位是這個凱欣 凱欣如果你在的話 可以直接開來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Yan主持人 我一個很快的問題 前面你們有幾次提到LISA 我估計她可能是 Charles Schwab的這個 一個regional的一個contact 給她的帳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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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LISA的電話號碼 因為最近Charles Schwab 她的帳號碼 她是agent 她是股票這邊的 不是銀行那邊的 只是因為我們都是認識銀行這邊的 不是broker 阿 我們investment account 那個我們investment account 所以我們是像我辦Pedge PedgePных也是透過LISA 透過LISA introducedCharles Schwab 來幫我完成的 所以阿 當然可以阿 你如果需要我幫你介紹 LISA幫你什麼忙的話 你送email給我 我那個頭像裡面 我的最下面有我的email 你就跟我講 你需要一个broker help you to do something 那我就introduce给他 因为每个人有时候有自己的agent 有自己的那个 那我introduce给他 那当然他可以帮你了 可是就是呀 我也不知道他 因为有些他们内部有时候有些 agent有自己的客户 所以你如果已经有很stick的agent broker的agent 那他可能帮你一次 可是最后那个另外那个 你的agent也会来说 你为什么要抢我客户 当然是内部的事 那另外你送email给我 我可以帮你introduce好不好 好的谢谢 还有就是说 大家要记得 他们Charles are 是很棒的一个broker 可是里面还是有很多 就是说他们想要多赚钱 当然他们就像你的资金比较多的 为什么他会说你怎么买那么多QQQ 进来到我们office来谈一下 那我跟你做一个portfolio的management 给你一些consultant 那很多人会吓到说 为什么他叫我进去 要跟我谈这个 其实你投资是你的事 你不要管他 你不要被他拉进他的office 你进他的office 就我们有个朋友就进去的时候 就里面还有那个third party的 这个financial manager的firm 他就说你这个 但只投资QQ风险太高了 你应该要卖掉 来我跟你讲 我们要稍微review一下 帮你review一下你的portfolio 那你说我不用 你说没关系 看一看听一听 对不对 你就签了一个字 签字 他说你要签字 你说我为什么要签这个字 他说你签这个字 我才能去看你的portfolio 结果你签完之后 结果你就会被变成好像open一个account 你的钱就会被移到另外一个account 就变成management account 就会被交给那个financial firm 比如发现说我签那个字 怎么怎么什么都out of control 所以要注意 这有人有经过这个过程 那当然我叫他说赶快要回来 那他马上给你看完 马上要给你操作 所以要注意 不要随便进了那个charswap里面 随便不懂就乱签一个字 这不是只有charswap 你叫什么fidelity 什么银行 这个银行界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你在不懂的时候签字你就有问题 那你投资这种事情就这么简单 也什么没有什么rucky science 就是也不是什么火箭高科技 就是账户开好有钱 那就买进QQQ就这么简单 这个不是什么高科技 不需要他们还多什么advice 所以 除非你想省心 你就不连QQ买都不懒得做 你就全部要交给他 那给他赚这个3%5%的这个financial management fee 那当然就是你的事 那如果说只是买QQQ就是这么简单 顶多就是需要他们帮忙开个pay account 如果不需要或者开account 开account的你的什么退休账户的 看什么可以透过他们来做也是没有问题 可是其他的什么要管理你的资产的 这个就谢谢 谢谢再联络 你不要走进去想说 好吧我听听看 我跟你讲你进去office里面 你头脑都一片空白 就乱签字账户就被人家拿去管了 那你就要注意 不要这个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们有发现有这个问题 当然这不是发生在LISA身上 是有些朋友是他自己的那个broker 那这个就是要注意了 好那就是那我的分享 那就是晚上我们有轻松了投资 如果想听的就来听 不然的话我们也会pro到会完 已经说了是结束会pro到YouTube 那时候你再看也可以 那你如果来参加的话 有问题可以提问 就是这样子 谢谢 那moderator其他有没有人想要分享 Sani 好的 James老师每次到这个房间 就是不是一个简单的 很多人说就是傻瓜买QQQ 其实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买QQQ 这么一个动作 每次老师在这里 给我们很多的education 特别感谢 我就分享一下我现在心情 就是现在market 那么多的时候 然后有时候我就想 哎呀你看QQQQ那么便宜了才200多了 我让我的孩子买QQQM 那QQQM才110多120 有时候我就会想 哎呀那个你看 这个衣服好看 这个鞋好看 原来经常会去小饼 那小饼 突然想哎呀这个钱 可以买一个QQQM呢 就不买那个消费瓶了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 一种心态 所以孩子 饭价在家里面 他们也做一些事 然后呢我就说好 你做完这个事情以后呢 妈妈给你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可以赶快买QQQM 因为QQQQ还是稍微有点贵嘛 你可以买几根QQQQM 他们也很高兴 我想的话 这个这个也是 甚至也是特别特别感恩 因为我们现在 两三年不出门的话 就没有太多的那种 出去见客户啊 那种应酬的话 家里面东西都堆积如伤的 原来买的衣服啊鞋啊 很多很多的东西 现在都要拿那个麻袋扔出去了 所以我就想 真的是如果早点认识 那个James老师就好了 其实很多都物质东西 我们不需求 但是我们看到广告 我们会忍不住叫起买 现在呢我就有个 有个小小的那个想法 一看东西想买 不想买的时候 我想哎呦 我可以赶快去买个QQQM 或是买个QQQQ 我觉得这个心态特别好 那个对我自己来说 也不跟家里面增加 那么多的负担 堆那么多东西 这个是一个 第二句是说 大家都在讨论那些个股 那原来我们也在想 哎呀个股跑得比QQQ快呀 但是实际上你仔细想的话 那个Tesna也好 苹果也好 Google也好 Meta也好 这些大的科技股 今天这个涨 明天那个跌 明天那个又 又什么爆雷 又怎么样 但是你QQQ里面 其实都有这些成分 对吧 苹果涨得再好 我们也有苹果 Tesna涨得好 又有Tesna 如果Meta跌得很凶 它也就往下拉了一点点 QQQ里面都有 实际上我们都有这个 都都享受到的这些大科技 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红利 而且还不用那么担忧 就是说 哪个个股要跌到零了 但是QQQ总是不会呀 你要Apple不能 不会跌到零 然后那个Tesna 不会跌到零的话 不会 这些大科技股 不会消失的话 QQQ一直在 而且老师还说呢 哪怕有不好的 烂苹果的话 然后QQQ会把他们提出去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安心 特别特别快乐的 那么一个投资的念 对小孩子的教育 投资教育是很重要的 然后你给他鱼吃不如 让他自己会抓鱼 那懂得投资的话 就会很快乐 钱不是问题的时候 那其他的问题就比较小 所以那你的消费 就是要精神消费 精神消费就是说 你想想这个消费 十年后它变什么样子 是一个垃圾要recycle的 还是永远存在的 像我最近都在整理 整理我的照片 整理一些照片 那我发现我女儿的一些video 我陪她玩的video 那我传给她 她感动都哭了 她说爸爸你那时候 真的一个人就陪我这样玩 她真的很高兴 所以她那个小时候 我陪她玩三四岁 陪她玩她不知道 可是那个video确认 让她觉得非常的感动 她发现这个 爸爸是一直陪在她身边 陪她玩的 所以我在说精神的东西 像出去玩 照个video 以后留个纪念 这个是一个精神上 可是有些衣服 我不是说不要买衣服 就是说有些东西 亮丽 简约就好 简约就好 那这样子会过得更快乐 会更快乐 谢谢三女 谢谢老师 谢谢三女 然后刚才有最后一位举手上来的 Sharon 我们把最后一个问题留给她好不好 Sharon 如果你在的话 可以直接开门 谢谢 那个brokerage account 在选择做买QQQ 或者是还是要加 那个SPY的时候 应该是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布局 因为我因为我目前已经有很多SPY 就很多年前就这样一直买上来 但是SPY的performance并没有像QQQ那么好 就是在科技股涨的时候 所以我就想请教老师说可不可以给一些建议 谢谢 Sharon 你不用关麦 我问你一下 你那个SPY在退休账户还是在投资账户 我在我的投资账户也有 在我的退休账户也有 好 你的投资账户的SPY你不要卖 因为卖的要缴税 所以你就留着SPY吧 那 退休账户的SPY你如果要换成QQQ 也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那你的个股的话 我当然是建议你全部应该是卖掉转到QQQ 那如果个股是在退休账户的 退休账户的 比如说你在个个股退休账户有比较好的 比如说是特斯拉的 Apple 那你如果不想卖当然是可以 可是如果你根本不知道那家公司是什么 也不太了解 那我建议你就全部卖掉 为什么在退休账户你说留一点点个股 它每次股票也不要超过真正太大部位5% 那这样你是留着是还无妨 因为到时候你觉得不好 你换掉也不会因为赚钱嘛 换掉的话也不会有税的问题 可是那你的Blockage Account的话 因为一个公司三四十年后总是会不会一直好 那你总是要卖那时候可能你赚很多钱 99%都是赚的话 你在Blockage Account持有个股 你没办法生生世世的 你转给你的小孩 小孩要担心 所以你如果是QQQ的话转给小孩 小孩不用担心 他就QQQ继续持有就好 所以你的Blockage Account的话 除了SPY以外的其他应该都要换掉换成QQQ 那因为你有些个股是亏损的 所以有的赚钱 那NAC应该不太就是Balance 应该就是不赚不赔或者是亏钱 那你又有工作 所以那个亏损的部分可以每年底三千 还可以省一点税 也算赚嘛 那你就可以转到QQQ去 那退休账户也都转到QQQ 那可是如果有几个大大的龙头股 那你要留着也是OK 等到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你再换掉也可以 可是Blockage Account你留大型股 他以后会赚很多钱的时候 那你要跟政府分 那就不值得 所以你在退休账户可以有些个股 那可以以后可以换 可是你在Blockage Account以后换 你的成本就会非常的高 所以在Blockage Account就不要有个股 先生 我这样的回答你清楚吗 清楚 谢谢 我就是另外再加一个就是说 如果说像有些投资者 他们已经接近了那个退休年龄 跟还没有接近退休年龄 那你在那個QQQ跟SPY上面的選擇 你會做一些什麼樣的考量 這個是這樣子 我們之前有一個影片就是你SPY跟QQQ的持有的部位 持有的部位就是說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 SPY的部位你可以每年用3% 可是你如果是那個 QQQ的部位你每年可以用2% 這是我們的建議 你可以看我們的影片有 有這方面的分析 所以你如果有300萬全部是SPY 你每年可以用9萬 你如果300萬只有都是QQQ的話 那你只能用6萬 那你說那當然是SPY可以用9萬比較好 可是你300萬買SPY可能最後過幾年會變500萬 那你的3%可能3%就是15萬 可是你的300萬如果是QQQ可能會變1000萬 那你的1000萬的2%就會比較多 就20萬 所以變成你雖然只有QQQ 可是資產長得比較多 未來可以花的錢會更多 所以你可以去看我們的影片有提到這個 好的謝謝 好你說 你說來 沒有我的意思就是說像有一些 當然我們現在都還在工作 我就說哪一天如果想退休了不工作的話 那是不是應該要從退休帳戶裡面的 allocation 要放一點出來放那種 almost 就有點像現金一樣的那一種那個 fund 還是說繼續可以放在QQQ跟或者SPY裡面 如果需要用到這個錢的話 就是退休以後需要從這個帳戶裡面拿出來錢花的話 Sharon你退休的時候你是想賣股票過日子 還是你想股票質押借錢過日子 也不一定啦 我就說萬一會用到的話 我可能不會用到股票裡面的錢 但是我是擔心說因為我有其他的收入來源 但我就說我如果說萬一有一個比較大的資格 那我一下子如果說股市剛好跌到股底 那我就不想拿出來那個錢對不對 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我就說我如果有大的expanditure的話 因為退休以後我就想就是如果沒有工資收入嘛 那主要就是靠投資就是各種各樣的投資 那股票也是其中一個投資的項目就是 那股票也是其中一個投資的項目就是 那萬一會用到錢的話 那萬一會用到錢的話 我就想說因為你是過來人 就想請教你是有什麼樣的考量 對我想你SQIQQQ退休不退休其實比例不用改變的 都就是維持這樣就好了沒有關係的 那我是不建議去投資房地產 這個除非你對房地產可以低點買金高點賣出 又要繳稅沒有用 那你房子出租要管很多事 所以我們一直不提倡投資房地產 當然你是專家的如果有人是專家 那當然就是另外一回事本來就是數月有專攻嘛 那再來就是你股市你到了你都是QQ或SPY的話 我的做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大家都知道我是把QQQ的Blockage Account 我就是職壓嘛職壓 職壓的話他我可以借錢來過日值 你要多大筆都可以啊 你如果有500萬或1000萬 你有700萬可以動用 那除非你動用的資金超過700萬 那你可以動用資產了動用借來的錢 那動用借來的錢要多少有多少啊 你沒動用不用假利息啊 你動用的就有負利息啊 那就是Credit9的概念 所以Sharon你不要去賣股票 你把股票質壓不用就不用 需要用的時候要用多少拿多少 這樣就很好啊 那個很靈活啊 像Sharon你等嗎 就是說去股票質壓 理解理解你的是說股票質壓是跟那個 就像剛剛你講的那個什麼Trust Schwab 就這種brokerage account都有股票質壓 是是是 他的那個英文是叫什麼意思 Pledge Pledge啊 Pledge啊 對 P-L-E-D-G-E-D 你如果在網路Pledge Pledge Pledge Charge up C-H-A-R-E-S Charge up 他就有一個網站找出來 你看看他裡面他有利息 什麼樣的金額有多少利息 那你這樣看一看你就知道 以後你不要賣股票嘛 因為你賣股票都要繳稅嘛 那你就以後 以後你的資產跟債務可以直接 當遺產給小孩啊 還有就是你要去做Pledge的時候 最好先開一個Trust 開一個Trust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直接 你說的是Living Trust嗎 Living Trust 簡單的就可以了 把這個Account放到Living Trust裡面去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小孩直接繼承你一千萬的資產 再繼承五百萬的負債 他又繼續借學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你說的那個是把什麼放在Trust 是把那個Pledge Account 還是把整個那個 你的Blockage Account 跟那個Pledge的Check-in Account 因為Check-in Account是負債 那你的Pledge的Asset 是一個資產嘛 這兩個都要掛到那個Living Trust Living Trust下面 以後的資產跟負債都交給小孩 那你是借錢過日子 他們可以持續借 他們的資產可以繼續長大 好像你養的滿山的雞不用去殺 小孩子也繼續養 那你要吃飯 就去找人家的雞來殺了就好了 那還給他一個雞蛋就可以了 因為像這種Pledge的利息並不高嗎 好像你剛剛有講的 比房地產低 哦呀 I see OK 因為他可以在中間那個差價 對 他的風險比房地產低 因為你房地產要Forsclosure 銀行要花很多心力 這個股票他要Cores 你就賣一下 就全就出來 所以風險比較低 利息比較低 I see I see 這個 這個 very good idea OK 好的 謝謝 I'll look into it 謝謝老師 看一下 好 謝謝 好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追蹤的有越提問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今天會就提問的朋友會到這邊 那在結束之前我再跟大家提醒就是 我們在每周六的晚上時間 每七時間早上七點都會在這個房間裡面開播 然後同時我們也在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在明天的亞洲時間早上九點半 然後每七時間應該是晚上六點半的時間會有一個Zoom的那個CLEC 進去參加在明天的那個明天的早上十點半 還有每七的今天下午的六點半這個時間 然後 sorry 我剛剛看到是下亞洲下令時間是九點半對吧 James老師我有講錯嗎 是九點半 早上九點半OK 所以亞洲的時間是早上九點半 然後每七時間是晚上的六點半 所以歡迎大家來參加 對 那最後James老師這邊還有什麼其他要補充的嗎 沒有了 大家就放心 這市場是非常健康 而且機會非常好 雖然說短期看起來是有點悶 可是這是很正常的 市場只會越走越好 就是這樣 大家要非常樂觀 就是這個市場就會往上漲 好謝謝 好謝謝老師 是 那最後我們這個房間再留兩分鐘到13分 然後如果今天是第一次加入 非常喜歡我們房間的話 可以關注左上角James老師這個藍色銅像 那其他的朋友我們就下周同一時間再見 謝謝大家的時間我們到13分 好謝謝Moderator 謝謝所有提問的人還有參加的朋友 好謝謝下禮拜見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